刘涛一直是大家眼中的中国好媳妇 本应是豪门夫太太 因生意原因付出 为夫还债 这段感情一直感动着很多人 但是最近一直有很多传言曝光 更是有刘涛疑似出轨被坐实 小编也很怀疑 下面就带大家来看看 回到娱乐圈的刘涛 也是接了欢乐颂的这个电视剧 让自己出色的表演 接拍这部电视剧赚了几千万 而他把这些钱全用来还钱了 欢乐颂也算是刘涛付出娱乐圈的一个敲门砖 从演完欢乐颂以后 刘涛的事业也是在攀高峰 人红是非多 这句话不是说说而已 重回巅峰的刘涛 也是受到了很多黑粉的谩骂造谣 有网友爆料说 刘涛和自己的丈夫不和 两个人现在都是各玩各的 谁都不管谁 而刘涛也是在片场墙睡小鲜肉 这件事情也是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很多的网友都不相信 光明好媳妇刘涛会是这样的人 而他的大好形象人设也是瞬间崩塌 因为这件事情 刘涛的事业也受到了很沉重的打击 形象和名誉上都可以说是损失惨重 最让人无语的就是狗仔对卓尾如同苍蝇闻到了诱惑的鸡蛋一样 也是参与了这件事情 他也是爆料了刘涛的各种绯闻和八卦 这让原本扑朔迷离的网络又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但是卓尾说的这些事情都是抠口无评的 就和网上的那些留言一样 不知道是从谁的口中说出 所有的留言蜚语都是经不起敲打的 也都没什么证据直接的证明刘涛的这些负面新闻的真实性 刘涛给人的形象就是一个积极的正能量的国民好媳妇的形象 就根本不是网友们说的那样 娱乐圈总是对女明星们的身材要求很严格 本来身体胖了之后也会影响拍照 没有漂亮的场景怎么能维持住自己在这个行业的热度呢 近日女演员刘涛分享了一组近照 照片中她非常大方的和大家分享着自己的健身日常 虽然说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练习过了 但是再次练习后自己又会了 在这样的高温下 能在健身房吹空调做运动和出汗也是件好事啊 不仅如此 光是看这张健身的照片就能感受到 她平时对自己的身材有多严格 即使到了44岁也保持着非常苗条的身材 结婚后她仍然有一条小蛮腰的马甲线 而且她的身体不是瘦的 而是线条流畅的肌肉美感 这样的身材才是真正的健康美 乍一看是有很多年健身习惯的人 另外在刘涛的生活中 也有人非常喜欢体育健身 所以她总是能保持身材和良好的状态的秘诀 再加上看到她素颜的肌肤状态 用健美来形容也不过分 还保持着比20岁女孩年轻的肌肤状态 不得不说女明星真的很会保养 素颜状态的刘涛看起来也更老了 如果没有化浓妆或浓妆艳抹的话 整体看上来会显得温柔之性 但唯一的不足之处 恐怕是她明显的发际线问题 照片上的她头发自由散乱 刘涛没有被遮住 所以头发也露出来了 看起来她的发际线接近头顶 可以看出平时工作的强度 另外渗出的眼神也让人感到疲惫 毕竟即使到了中年 工作强度还是保持很高的 即使平时保养 也会有心情变得从容 力量不足的时候 虽然发际线这个问题 似乎已经成了普遍的问题 但即使是女明星也无法改变 好在刘涛身材好 长相也漂亮 刮马甲线就能超过很多人 从她比剪刀手 面对照相机的动作来看 脸颊的肉感减少了很多 颧骨部分看起来更加突出 她再次开启健身减肥 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吗 但是她这几年确实厌倦了演戏 也被称为娱乐圈的劳模 一出戏接着下一出戏 自己几乎没有休息的机会 由于表演过于频繁 她的表演变得平淡了 很多人希望她能找机会多休息 休息后能在更好的状态下 演出更好的作品 作为公众人物 最令很多人难以接受的 就是个人生活也要成为 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近日刘涛再被人爆料 婚姻出现了问题 其实这个消息小八也有所耳闻 尤其是在前段时间 币圈崩盘的时候 不过网上的消息向来难辨真假 没想到还真有人出来爆料 要说这几年被传离婚最多的艺人是谁 除了洋影之外 恐怕最多的就是刘涛了 面对这些传言 刘涛也早就拿起了法律武器 之前就曾状告过不少爆料者 在这次爆料后 刘涛和其工作室 也是迅速做出回应 工作室在否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后 刘涛也发文表示 我爱的人一直支持我的工作 没有接触过那些所谓的投资产品 在工作室发文 言辞严厉的要求 爆料者删除时 爆料者当时还口气强硬的说 我坐等你告我 这种态度还真的让不少网友 相信了他的爆料 还坐等后续的发展 很多人也想看看 这种硬刚明星的爆料者 最后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 结果没想到 一开始还强硬回怼工作室的爆料者 在刘涛发文没多久之后 就选择了删文 在他的账号中 将关于刘涛的消息清理一空 虽然嘴上还强硬的表示 是因为粉丝网络暴力自己 但怎么看都像是 爆料者自己怂了 害怕刘涛方面真的起诉自己 在跟网友聊天的时候 爆料者称 自己确实是嫉妒王柯 并且表示自己是刘涛的粉丝 觉得其嫁给王柯有些不幸 当然 这时候说这句话 也有可能只是在给粉丝阴阳怪气一下 不过网友不仅发现了爆料者 将刘涛的消息都给删除了 很多人还发现 刘涛的老公王柯也删除了账户上的所有动态 仅仅留了一条隐藏动态 而且王柯还改了名字 并且取光了刘涛 这引发了不少人的争论 毕竟这举动对于明星来说 还是蛮反常的 尤其是在这时候 王柯的举动很容易让人跟爆料结合一下 毕竟刘涛和王柯的婚姻状况 在外卷舆论口中本来就不太好 在这种舆论下 稍微有点风吹草动 就容易被放大 因此也有网友觉得 王柯的异常举动 是不是说明两人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当然也有人觉得 王柯可能厌倦了网上的生活 所以想要将账户自我封禁 以后也就不再被网上的各种言论所骚扰了 不过在之前的一些传言中 王柯也曾站出来发表声明 证明自己无事 并且夸赞了刘涛是一个乐观 勤奋 持家 充满勇气的中国女人 刚取得一脸成绩会遭人抹黑 发声力挺自己的妻子 但这一次 看着工作室和刘涛在前面辟谣 王柯似乎并没有想要发声的意思 而之所以外界对于刘涛和王柯的感情状况 一直这么上心 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王柯经常负债累累 而刘涛在王柯负债后再度回归娱乐圈赚钱 让不少人都觉得王柯似乎已经配不上刘涛了 所以在如今的婚姻中 不少人对为刘涛有些不值 尤其是在王柯旅传投资失利的情况下 很多人也实在摸不清王柯的投资能力到底咋样 要说起来 刘涛在娱乐圈赚钱绝对是够两人和家庭生活了 这样来看 王柯确实是没有再去投资的必要了 不过作为一个男人 恐怕是难以接受自己吃软饭的 这或许才是大众最关心的 不过 虽然我们经常一起吃瓜 但依然要记得 在本人没有公开的时候 去爆料他们的私事不是一个好的行为 尤其是在人家接二连三辟谣的情况下 所以在刘涛否认离婚的情况下 祝愿两人真的可以抵住外界的舆论一路到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